人民比較關心的是哪一位總統獲選人可以有好的政見 也能夠團結台灣 其實並不關心所謂的藍白合或不合 政黨的合作應該是要有共同的願景價值 而不是政治權利個人選計 我是覺得是比較遺憾一點 好 等一下 來 看哪裡 請問市長現在目前鳳山還有左達還有前進行星這三區的戰況都最激烈 那我們這邊有什麼事情 不會是這三區最激烈啦 每一區都很激烈 因為選舉要等到票開出來才知道結果 所以黃捷議員很認真很努力 那個婆婆媽媽也都很喜歡 那財市長我也看到說 其實市民朋友都對於年輕的改革都非常的有期待 那所以也 齊勉啦 那個黃捷議員要更努力 要更努力 那個也不能輕忽 要更謙虛 然後要更客氣 然後一天當五天用 努力的往前衝刺 而贏得市民的支持 那個藍白貨局自然是怎樣 我其實人民比較關心的是說 哪一位總統候選人 可以有好的政見 那也能夠團結台灣 其實並不關心所謂的藍白和或不和 只是前幾天我想國人都有看到說 在這個五個人 這個是讓人家覺得是真的是很遺憾 這種政黨的合作 應該是要有共同的願景價值 而不是政治權力個人算計 是我們比較遺憾那天 跟那個場景 然後硬要合作 其實只是硬湊在一起而已 我是覺得是比較遺憾一點 不過 候選人還是要能夠有領導國家的能力 然後有施政的願景 能夠團結台灣 這個才是人民期待的總統跟副總統候選人 那安排特區對你的選舉是什麼樣評估 其實不管藍白是合還是分 對我來說我都是始終REE 就是要唯一獲得勝選 所以其實我的步伐沒有因此而改變 還是一樣一天當五天用 用堅定然後加快的步伐 來獲得選民的支持 那我也講一下今天的競總 好 因為今天是我的 今天是賴清德跟黃潔的 聯合競選總部的開幕 那今天在祈福活動之後 我們的競總也正式的開幕了 那我們榮譽主委陳其邁市長也到現場 來跟我們一起上香祈福 祈求現在因為時間已經破四了 只剩下49天 那接下來時間一天比一天緊 希望說我們接下來 競選總部正式開幕之後 可以趕快巧熱氣氛 巧熱選情 那接下來可以有更多選民 我們可以獲得大家的認同 然後最後能夠贏得勝選 那今天就是除了這個競總開幕之外 我們也有準備一些打卡板 就是包括我的人行力牌 所以也很歡迎民眾來到黃潔的競選總部 可以跟我合照 雖然我人可能在外面跑行程 但是人行力牌都會在 所以也很歡迎大家來給我們加油打氣 那我相信對高雄的民眾來說 大家求的是穩定 求的是堅定 所以其實在賴孝佩出來之後 我相信高雄的鄉親也都是看在眼裡 覺得我們要的不一定是要吵吵鬧鬧 不一定是要分分合合 要的反而是這一種沉穩的力量 那我也相信選隊的人走隊的路 目前我們會用賴孝佩這樣的組合 還有高雄的最優質的 巴西的立委候選人來贏得大家的認同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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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道師先生 我覺得不要再記住 好 refresh 不要再記住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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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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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ed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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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